马车上 景叶寒低声叹了口气 轻轻地把他揽在怀中 你说 凤青炎这胎若是假的 是不是就是罪上加罪了 你觉得他是骗人的 他不敢让我把脉 应该是有蹊跷 而且是不是骗人 只要试一试就知道 也好 正好一个月之后 是太后的寿业 太后想来看看未来曾孙子 也在情理之中 凤青拧眉点了点头 凤青炎能躲过他的检查 却未必躲得过太后的检查 到时候是不是有孕 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 两人回了叶王府 众人也很关心事情的结果 听说凤青炎 只是被撤了名分之后 众人也都大惊 我李家村 死了那么多人 受伤无数 竟然只能抵他的名分吗 婆婆别难受 皇上是暂时 看在他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 饶了他 等孩子生下来 该处罚还是会处罚的 叶王 叶王妃 你们辛苦了 李村的人是受害者 叶王府何尝不是 他们亲眼目睹了皇室的不公平 心里指不定多良呢 此事绝不算完 我会给您和李村的百姓一个交代的 李婆婆信任地看着凤青 重重地点了点头 安抚好了李婆婆 凤青却迎来了另外一个不速之客 王妃 江珠小姐在外面 说要见您 她来做什么 说是有要事求见王妃 让她进来吧 我也好久不见她了 官家离开之前 心疼地看了一眼 脸色难看的景夜寒 他们家王爷分明不想见江珠 可很明显 王爷已经做不了王妃的主了 我先去出房了 刚起身就被凤青拉住了 有这么多天不见了 你不想知道江珠来做什么 她做什么和我都没关系 景夜寒想起江珠就恶心 头也不回的去了书房 江珠很快进来了 叶王妃 多谢你肯见我 你我也许久不见了 你求上门来 我自然是要见 江珠跪在地上 叶王妃 从前是我对不起你 我已经知道错了 您大人有大量 别和我计较行吗 我若是和你计较 你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你我表情一场 我今天过来 是求你救救我 我为何要救你 除开将军府 你我二人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你还抢过我男人 我为何要救你 上次的事情出了之后 祖父真的为我安排了一桩婚室 可对方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男人 我真的不想嫁给他 之前他用这样的借口来骗紧夜寒 却没想到竟一语成衬 那又关我何事 你来找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叶王妃 你发发善心 同意叶王殿下那妾 让他收了我吧 我真的不想嫁给那个老男人 江珠 试问你是叶王妃 今天求你的人是我 你会同意吗 我会 我一定会的 真是口是心非 满嘴胡言 如果你我身份互换 你定会再狠狠地踩我一脚 而我不计较当日之仇 已经很大度了 我不会那么狠心 凤卿 你救我这一次又怎样 叶王早晚要娶妾 不是我也会是别人 抱歉 我永远不和别的女人分享男人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日 那我们一定是合理了 凤卿 你别傻了 再大言 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 连我爹爹祖父上妾在外偷吃 你以为叶王会是例外 别的男人如何我不知道 更不会管 但是我的男人 只能爱我一个 凤卿逐渐不耐烦 冷声叫了管家进来 从江小姐出去 凤卿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你别后悔 凤卿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 直接让人把江珠拖了下去 这江珠莫不是疯了吧 说的话 她怎么都听不懂呢 又过了几天 京城中就传开了留言 玉丰脸色难看地进来 王妃 外面有留言说 江珠怀了王爷的孩子 你没有听错 玉丰点了点头 随后又紧张地补充道 但是属下可以保证 王爷根本没有动过 那个恶心的女人 属下可以用自己的性命做担保 我知道 我不会相信这些留言的 话虽然如此说 可凤卿心头 依然有些烦恼 玉丰 你这几天好好盯着江珠 看她都跟什么人来往 事无巨细 都要向我报告 玉丰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 大步出去了 景业涵这边也被麻烦缠身 她从宫中回府 行驶的马车被迫停了下来 王爷 求您出来见见气势 王爷 您不能不管我和孩子呀 王爷是江珠 景业涵闭了闭眼睛 眼底一片阴质 江珠 一个极其讨厌的女人 如果不是不能打女人的话 她真想把这个女人拖出去 乱棍打死 周围已经围了好多百姓 众人指指点点 眼中闪烁着八卦的光芒 景业涵冷峻的脸 闯入了众人的视线 王爷 您终于肯见我了 江小姐 本王可从未碰过你 你若是在乎 少八道回本王名誉 可别怪本王无情了 王爷 朱儿当初说过 不要您负责 不要名分 可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 我有了身孕 为了我们的孩子 您就收了我吧 我甘愿做个小妾通房 难道夜王殿下 真的跟江小姐 有了肌肤之亲吗 嗨 我就说过 没有不贪色的男人 你们别胡说 我相信夜王殿下 他说没有就是没有 从前追求王爷的女子 多了去了 哪个容貌不比江珠出色呀 众人议论纷纷 各有各的看法 王爷 您当初不喜欢 凤卿那个臭八怪 现在他变美了 我知道您回心转意了 可是您不能不顾 我们的孩子 清儿一直是本王的欣赏人 无论他长什么模样 本王对他的喜欢 都不会更改一分 本王这一生 只娶他一人 江珠 你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 大街上众人激动地 给景夜涵鼓起掌来 夜王殿下真难忍 这才是有责任 新男人的样子 试问天底下 哪个男人 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做出这样的承诺 天哪 夜王妃也太幸福了 这位江珠 也太不要脸了 之前就去勾引夜王 如今又来闹事 真的不知道 丢人现眼这几个字 怎么写的吗 混乱的议论和指责声中 江珠紧紧紧地咬住了下唇 浑身颤抖 江小姐 请让开 我家王爷还急着回去 跟王妃相聚呢 七云上前 推开了江珠 头也不回地驾着马车 往夜王府的方向而去 江珠恨恨地盯着 马车的背影 眼底一片疯狂 景夜涵一路回了夜王府 连衣裳都没换 直接去见了凤青 凤青有些闷闷不乐 正趴在窗前 呆呆地看着外面的翠竹 怎么了 凤青转过头来看着他 郁闷地说 外面的留言 你可听说了 岂只是听说啊 还被江珠当街拦了马车 他是想用百姓的压力 来逼你就范 你怎么说的 自然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凤青心中甜甜的 他搂住景夜涵的脖子 压劲一声 在他飞薄的唇上吻了一口 就只有一个吻 那你还想要什么 自然是你的全部 凤青脸色微红 哼了一声 靠近了他怀中 听着他缓慢有力的心跳 忍不住低声窥叹了一声 景夜涵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 一下下地抚摸着他的背 谁又惹到我的情儿不开心了 都怪你长得太好看了 才惹得外面那些女人惦记 景夜涵在他额角落下一吻 承诺道 无论多少人觊觎我 我都是你的 自然 说是不想外面的人 再惦解我的容颜 我们大可把这张脸给划了 说着 竟然真的拿起了桌上的匕首 凤青吓了一跳 连忙夺了过来 你干什么 难道真的要自毁容貌吗 容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只要你能安心 一张脸又何妨呢 凤青又气又急又心酸 把匕首扔到远处 怒道 那也不行 我也喜欢这张脸 我不能让他出任何差错 说完 凤青赌气地背过身曲 不看景夜涵 好了 你既然喜欢 那我就不允许任何人破坏 凤青依然不理他 只有肩膀轻轻地耸着 像是哭了 景夜涵心中越发心疼 把他转过来面对自己 乖 别生气了 我不是故意的 景夜涵心中一阵刺痛 俯身去吻他脸上滑下来的泪珠 以后不能这样了 知道吗 任何时候都不能受伤 我记住了 我保证 景夜涵大手捧起他的脸 深邃的眼睛 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 不管任何时候 我都尽量不让自己受伤 凤青这才点了点头 声音早已哽咽不已 景夜涵轻轻地安抚着他 心中早已软成一片 江珠有景夜涵孩子的消息 来势汹汹 已经流传到了宫中 你说什么 那个江珠 有了老四的孩子 太后 外面是这样说的 至于具体的 奴婢也不清楚 不可能 老四不是这样的人 奴婢也是这么觉得的 看看夜王 对夜王妃的疼爱 就知道她做不出 这种事情来了 确实 老四对青丫头 确实不一般 再说了 哀家亲自养大的孩子 哀家再清楚不过 那太后 您可不能随便 让那江珠如愿了 毕竟不是什么猫猫狗狗 都能嫁进皇室的 太后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明鸾宫中 皇后叫来了荣妃说话 有意无意地 把消息透露给了她 皇后娘娘 此事 可是真的吗 那江珠 当真有了夜王的孩子 应该是真的了 江珠身世也不差 怎么会随便 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 这江珠为了夜王 也算是用尽心思 孰子痴情的女人 可不多见哪 皇后何不成全她 夜王虽然是本宫养大 可本宫 到底不是她的生生母亲 这种事 不好做主 更不好说什么 既然江珠怀孕了 那必然是要对人家负责的 否则啊 就是闹到皇上跟前 也说不过去啊 皇后似笑非笑地 看了荣妃一眼 优雅地喝起了茶 荣妃最是热心 这种事情 让她去办就好了 她作弊上官 岂不轻松自在 时间飞逝 很快就到了太后寿宴 孙悉公和皇祖母寿臣 祝皇祖母万事圣意 寿宿南山 景夜寒让人呈上了礼物 是凤卿精心挑选的 花了大价钱得来的 这菩萨 许举如生 可真是要活过来了一般啊 皇祖母 您看 这菩萨慈眉善目 神态之间 是不是有些像您 皇祖母 这玉菩萨 是用珍稀的玉做成的 夜间能够散发出 淡淡的光泽 您晚上欣赏 才能得其妙用 你们有心了 凤卿和景夜寒 对视一眼 关起了唇角 夜王和夜王妃 当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您说是吧 皇上 景起名点了点头 深沉的目光 却粘在凤卿脸上 有些移不开 皇后见状 唇角笑容不变 眸中神情 却冷了几分 景夜寒和凤卿相邪落座 荣妃见状笑着说 夜王妃的容貌恢复以后 果然漂亮不少 怪不得夜王 看不上那江珠了呢 握住了她的手 荣妃娘娘 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王爷婚前也是万人追求 最后不还是选择了我 王爷和我能有今日的恩爱 还得感谢您的撮合呢 荣妃想到凤卿当时丑陋的模样 在看眼前漂亮精致的 如同仙子下凡的凤卿 心头如同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太后淡淡地看了荣妃一眼 问道 今天是哀家的诞辰 怎么不见老三和老三媳妇啊 太后 莫儿给您准备了大礼 想来还在路上 这一青年嘛 如今只是个小妾罢了 说完 她有些埋怨地看了眼睛其名 凤卿妍已经怀孕 可皇上还是除了她的名分 虽说没有孩子只会罚得更重 可一旦如此 孩子出生可就没有名分了 如此一来 莫王还如何凭借这个孩子高升 凤卿妍知道荣妃的意思 又心疼她近日憔悴不少 就淡淡地开口 罢了 如果凤卿妍能平安生下第一个孩子 那朕就免除她的罪过 准许她恢复侧妃之威 臣妾 听到没出事的孩子 谢谢皇上 皇上果然是个仁慈的明君 说完 得意地瞧了一眼凤卿和景叶寒 景叶寒和凤卿对顺一眼 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 莫王殿下来了 景莫范精神奕奕 身边跟着身姿纤细的凤卿妍 进门就拜 儿臣见过父皇 母后 见过皇祖母 祝皇祖母寿彼南山 都起来吧 你们都能到齐 阿姨家就是开心的 太后 老大和老二都在外面 不能回来 但是礼物都给您准备好了 一会儿就送上来 太后不嫌不淡地点了点头 皇后自觉无趣 也闭上了嘴 皇祖母 孙儿给您备了贺礼 您一定喜欢 太后期待地看着她 景莫范便拍了拍手 几个侍卫 抬着一尊半人高的雕像 走了过来 皇祖母请看 不错 这么大的金佛 必然花费不小 莫儿 您用心了 只要您喜欢 花费再多都是值得的 这金佛 可是她为了压下 夜王府的礼物 特意准备的 为的就是在寿宴上出风头 莫王府的礼物 可比夜王府的 大上不少 谁最用心 可见一斑呢 皇上 人都到齐了 可以开宴了 景启明微微汗手 看了一眼 不知所措的凤卿岩 今日太后受臣 想见曾孙了 才特意召见了你 你就坐在莫王的身边吧 多谢皇上 多谢太后 凤卿岩底 掠过一道机房 今日可不是太后 想看曾孙子 而是她想借机 看看凤卿岩 是不是真的有孕 开宴之后 凤卿心中有事 所以也根本没吃几口 景叶寒察觉到她的情绪 加了一块鱼肉喂她 凤卿心思没在这里 下意识地张开口吃了 顿时 引得有人羡慕 有人嫉妒 夜王和夜王妃 属子恩爱 真是叫人艳险 只是可惜了那江珠 好好的一个姑娘 被破坏了名上 被家族所不容 流浪接头呢 景启明皱眉 看了景叶寒一眼 醋眉道 夜王 此事朕也有所耳闻 那江珠有孕可是真的 父皇 儿臣与江珠 并没有什么关系 是吗 我可听说 当初你去西郊 是去私会江珠呢 夜王 男子敢做就要敢当 如果江珠真的有了身孕 可不能让皇室血脉 流落在外啊 儿臣 谨遵父皇教诲 只可惜 江珠腹中的孩子 并非我亲生的 四弟 这可不像是你啊 是不是四弟妹管的言 所以你不敢承认 江珠的孩子呀 我和三哥不同 三哥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可是我和清儿 还暂时没有这个福气 至于江珠 我怎么可能随便 让她一个妾室所出的女子 有了我的孩子 凤青岩和荣妃 眼中怒火喷出 他们两个都是妾室所出 景夜涵这是在指桑骂怀吗 景莫范眼神闪烁了一下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凤青岩 好了王爷 敌出输出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要聪慧端庄 不能空有皮囊下三浪 这样才能教育好子孙 你说是吧 清儿说的都对 夜王妃 你这是在暗示什么 荣妃 今日是哀家寿臣 你说是想闹事 就滚出去 太后 荣妃兴兴地闭上了嘴 又做出了一派柔和的姿态来 景启明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心底不悦 凤青岩紧紧地盯着景夜涵 和凤青那样恩爱的模样 在对比自己的遭遇 心中极度地发狂 凤青岩越想越生气 把手边的汤碗喝了一口 王爷 青岩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快叫太医 不用叫太医 我自己忍忍就好了 你疼得冷汗都下来了 腹中还有孩子 怎么能不缠太医啊 不叫太医也可以 青儿医术不错 让她给你看看 凤青老声应想 快步走到了凤青岩的面前 你走开 我不要你救 景墨范也护着她 不肯让凤青把脉 怎么能拿孩子开玩笑 快让叶王妃看看 景墨范和凤青岩不敢反抗 只能乖乖地伸出了手 凤青把手搭了上去 眉头很快拧了起来 凤青把完脉 检查了凤青岩身边的食物 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了那碗汤上 那碗汤里放了一味红花 而不是她自己准备的药 叶王妃 情况如何 凤青岩疼痛难忍 可是因为食物啊 父皇 食物没有问题 只是这汤里有红花 我估计是红花让凤青岩腹痛难忍 红花 那这她还能保住吗 景启明眼神冰冷地看向了皇后 皇后 今日宫宴的食物都是你负责的 怎么会有红花出现呢 皇上 这红花是御厨要加的 说有强身健体之效果 臣妾也没想到 凤青岩能来参加宴宴啊 这才出了意外 景启明深深地吸了口气 脸色铁青 让凤青岩参加寿宴 确实是开宴前不久 太后的要求 如此看来 此事确实在皇后的预料之外 叶王妃 你不是医术很高明吗 可能保住这个孩子 父皇 我不擅长这些 还是等太医来了再做诊断吧 既然不会 还在这里 浪费什么时间 太医左右没来 让叶王妃看看 怎么了 太后 切身这不是紧张您曾孙子吗 太后冷冷地望了她一眼 不再说话 皇爷 我们回家吧 我不想在这里 景莫范抱着凤青岩正欲离开 皇上 您看到地上是不是血呀 凤青岩衣裙上也都是血 景起名一看 脸色顿时沉了下去 手里怎么会有红花 皇后娘娘 这可是健身第一个孙子 要是就这样没了 先挪到天殿去 皇爷 我要回府 景莫范脚步不停 抱着凤青岩要离开 却被景叶寒拦了下来 三哥 凤青岩都出血了 你不等太医救治 要带她去哪里啊 自然是回府啊 老四 你让开 三哥 恕我无法让你拿人命开玩笑 凤青赶来 柔声劝挡 再经过颠簸 这胎说不定就真的保不住了 还是先让太医看看吧 推嗓之间 太医匆匆赶到 景起名和太后皇后也跟了过来 景莫范咬了咬牙 只能先把凤青岩安置在偏殿 众目睽睽之下 张太医把玩卖颤颤巍微地跪在地上 张太医 孩子可还好 皇上 颜侧妃 不 凤姑娘根本没有身孕 你胡说 她刚刚明明都出血了 景起名被她吵得脑仁一疼 皱眉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荣妃立刻闭了嘴 做出一副委屈的模样来 张太医 也确定凤青岩没有身孕 皇上 微臣虽然年老昏化 可是这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 凤姑娘确实没有身孕 叶王妃也在这儿 您要是不幸的话 可以让叶王妃也瞧瞧 她的医术比微臣高明 一定能看出来的 凤青无奈地看了张太医一眼 心中很是恼怒 她搭上凤青岩的脉搏 就知道她根本没有怀孕了 只是不想自己说出来 这才让请了太医 可没想到张太医竟然又把皮球 给她踢了回来 真是可恶啊 已经知道了是不是 父皇 凤青岩说自己有孕了 可是我的诊断是没有 在您和皇祖母面前 我也不敢信口开河 只能再请太医一事 如果凤青岩没有怀孕的话 那方才那些血是怎么回事 根据微臣猜测 早先凤姑娘已经是服用了 推迟月氏的药 做出了有孕的假象 但是今天又意外地服用了红花 这才导致喷涌而出的 嘿嘿嘿 好 很好 母王 你们为了陶醉 就拿有孕来欺骗朕 真是好大的胆子 请莫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父皇 不是这样的 儿臣也以为这个女人 真的有孕了 儿臣也是被她 接二连三地骗了呀 皇上 莫尔对您最是敬重 他怎么可能骗您呢 定是凤青岩那个贱女人 够了 若不是你惯着她们 她们怎么可能如此胆大包天 内侍的凤青岩 更是咬紧了牙 害怕至极 这可是欺君之罪呀 凤青岩胆大妄为 当初为了一己私欲 罔顾里村数百条人命 如今又假运欺君往上 昔日起 打入地牢 永远不得放出来 莫王也难逃其责 隔持所有职位 不准再参与朝政 父皇 不让儿子参与朝政 那儿子岂不是只有一个虚嫌了 怎么 你若是不满 大可可凤青岩一起去地牢 请莫范如遭雷击般的爹坐在地上 皇上 您之前最是疼爱莫儿 莫儿也是被人欺骗 您怎可如此无情啊 正是因为朕最疼爱她 她才让朕如此失望 荣妃 你若是再敢求情 朕就把莫兰交给太后抚养 荣妃害怕地看着景启明 哭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松明当即带了太监 把凤青岩从内室拖了出来 剑蹄子 一定是你暗中害我对不对 我就是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放肆 还敢辱骂叶王妃 凤青岩 我从未害过你 是你几次三番起了害人之心 害人不成忠害己 这蹄子 你早晚会遭到报应的 苏明又是响亮的一个大耳瓜子过去 命人把她拖走了 凤青冷冷地看着她的背影 进了大牢 凤青岩就再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 凤青的大仇也算得报了 景叶寒悄悄地握住了凤青的手 温暖有力的大手 顿时给了她一种无法言喻的安全感 景启明让人把景墨范也带走了 至于荣妃也打发回了自己的宫中 太后 今日实在是臣妾的不是 从心之下 闹了这样的事情 缴了您的寿宴 皇后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又有什么不对的 那碗红花到底是无心还是友谊 只要皇后不说 谁都不知道 不过事情的结果倒是大快人心 寿宴不欢而散 凤青和景叶寒去寿康宫 陪了太后一会儿 也回了叶王府 景墨范被消去所有职位 只剩下一个王爷的空名头 朝中势力很快又要重新洗牌 如今朝中只剩下你一人 可谓是身处封间浪口 我知道 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 三哥倒台 大哥和二哥很快就会回京了 肃王 凌王都是皇后亲生 年岁相差也不大 只是凤青来的时候 这两人都不在京城 所以凤青对两人知之甚少 大哥一直在外云游吗 就连皇祖母寿臣都没有回来 父皇和皇祖母竟也不恼怒 大哥有时候几年都不回来一次 从小到大我也只见过他庶面 听说他是跟着道士云游去了 那岂不是也变成了道士 看你和景墨范的容貌 他必然也是个先锋盗谷的道士了 你怎么对大哥这么有兴趣啊 就是好奇啊 还没有见过大哥呢 我在这里你还想别的男人 我就是问一下大哥的情况 怎么就成了想别的男人了 我可是连剑都没有见过他 那也不行 景叶涵俯身稳住他的唇 把他剩下的话堵在了口中 天上的月亮圆圆的 星子眨着眼睛 偷偷地望着地上的人儿 江家二房 朱儿 老夫向来疼爱你 从前对你向来无有不允 如今家中有难 你怎可置之不理啊 祖父 那老侍郎我也见过了 比我爹的年岁都大 还死了好几个老婆 你怎么忍心让朱儿嫁给他 朱儿年纪大 会疼女人 你这如花似玉地嫁过去 他必然疼你弱宝 岂不是好吗 爹 你们现在不过是找个靠山罢了 可这却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那个老头子的 难道你非要在叶王这棵树上吊死 你多次纠缠 叶王可多看你一眼了嘛 虽然他还没有答应娶我 可是我的肚子里已经有了他的孩子 他不会一直对我不管不顾的 说吧 他轻轻地拿手抚摸着自己平坦的腹部 唇角露出一个怪异的笑 江中你疯了吧 假运只是你逼迫叶王娶你的手段 你莫不是把自己也都骗过去了 爹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和叶王的孩子 他可是好好的在我的肚子里呢 未来我一定要给他生一个小柿子 疯了疯了 我看你真的是魔争了 也不知叶王究竟哪里好 若不是他和凤卿那个小梯子 咱们家的迎兵楼至今还开着呢 叶王哪里都好 他英俊痴情 英勇善诈 任何男子都无法同他相提并论 你这个不孝女 我看你是真的入了魔了 见江珠的手始终放在肚子上 姜冲脸色有些难看 去请个大夫过来 下人领命而去 朱儿你起来坐着吧 若是真的有孕了 祖父就是拼了老命 也要让叶王对你负责 江珠感激一笑 起身在椅子上坐下 果然还是祖父最疼朱啊 江彪气的翻了个白眼 下人很快请来了大夫 是济世堂坐诊多年的老大夫 人称妇科圣首 大夫搭上了江珠的手腕 认真的把脉了好一会儿 最后客气的说 恭喜江老爷 江小姐确实是有孕 将近两个月 大夫你确定吗 老夫行医多年 未曾出过错 江冲十分高兴 当场让人拿了五十两大银 赏给了大夫 又亲自送了他出门 朱儿难道你真的有了夜王的孩子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在去夜王府的第二晚 好即便夜王不承认你和孩子 爹也要想办法让他承认 谢谢爹 一日清晨 江冲和江彪商量之后 一道去了将军府 两人带着江珠 大马金刀地往正厅里一坐 傲然道 他哥大嫂 主儿有了夜王的孩子 你们可一定要为他做主啊 你们胡说什么 夜王殿下什么时候碰过江珠 他祖母 我祖父和爹说的都是实话 我确实有了夜王的孩子 你们若是不信 尽可找大夫来把麦就是 去 请夜王过来 昨晚凤卿和景夜寒 玩闹到了半夜 清晨才安睡下 王妃 不好了 老将军派人来请王爷过府 似乎有大事发生 发生什么事了 来人说江冲 带着江珠上门闹了 说江珠有了王爷的骨肉 他真这么说 说是已经找大夫检查过了 确实有了将近两个月的身孕 默默别急 我去看看 是 奴婢 伺候宁喜数 江默默擦了擦眼泪 快步走了出去 却忍不住泪水 只好让绿菊进来服侍 凤卿换洗好之后 就上了马车直奔江家 刚到门口 就看到江默在焦急的等他 表姐 看到凤卿 江默着急的奔了过去 江珠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景夜寒呢 他在哪 我这就去杀了他 见江默如此冲动 连忙拉住了他 回来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你不要这么冲动 可是表姐 江珠一口咬定 孩子是他的 我不能让他这么欺负你 江珠说的未必就是真的 我们先把事情弄清楚了 再说别的 江默眼眶红红的点了点头 跟着凤卿进了屋子 外祖父 外祖母 王爷不在府中 所以我先来了 清啊 夜王妃 你不是会医术吗 先去看看 江珠有没有身孕 凤卿汗手上前 淡淡的看着江珠问 江小姐 可方便吗 江珠大大方方的 伸出了纤细的手腕 这是天大的好事 以后我进府 也得夜王妃姐姐多多照顾 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面对江珠的挑衅 凤卿只冷冷的笑了一下 就把手搭了上去 江珠 你怎么可以这样 夜王可是我们的表姐夫 是表姐的丈夫 你怎么可以欺负自家人 江默 我和夜王两情相悦 怎么就欺负了自家人 你不是也喜欢夜王殿下吗 若是给你那样的机会 你自然也不会放过 我江默就是死 也不会想自家人的东西 江珠 你别以为别人多跟你一样 莫儿 夜王妃在把脉 不要吵吵闹闹的 江默忍着抽气 不作声了 凤卿给江珠 把完了脉 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怎么样 夜王妃姐姐 我没有骗你吧 江珠确实有了两个月的身孕了 江上脸色越来越难看 目光仿佛要杀人似的 江老夫人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秋逝也轻轻地叹了口气 江默更是受了什么刺激般 大步地跑了出去 但是江珠 你要怎么证明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景夜寒的呢 夜王妃 你是说我家猪儿不受负德 有了别人的孩子陷害给夜王吗 夜王妃 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我家猪儿进夜王府作妾 已经是你们夜王府的福剧了 只是谨慎一些而已 否则 随便谁带个孩子上门 都说是我家王爷的 夜王府岂不是人满为患了 若说信我 那这个算不算 画像上 女童一喜一称 一身白色大肠 行走在冰天雪地中 唯有锁骨边点了一朵红莓 热烈夺目 让这静谧苍茫的雪地 都鲜活了起来 凤青拧眉看着那张小画 下面赫然盖着景夜寒的印章 这幅画能说明什么 这上面的人就是我 夜王你不在府中 王爷赠予我 说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夜王妃 这下你没办法抵赖了吧 即便是到了夜王面前 我们也是理直气壮的 清儿 你可知上面的人是谁呀 看模样 和你小时候有些相似 可看衣着打扮 又不像是幼时的凤青 所能拥有的 凤青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接受的记忆中 并没有这个情景 好了 二相也查过了 信物也看过了 夜王妃 你作为当家主母 何时接我进夜王府 此事不能只听信你一面之词 得听王爷说过 如果景夜寒承认 你和你腹中的孩子 那我就是把夜王妃之位 让给你又何妨 诸位都听到了 我可没逼他 是他自己说的 江珠 江家的女儿 从来不与人作妾 不与人共享夫君 你这样做究竟是为何 我和夜王殿下才是真爱 为了真爱 屈尊降贵又何妨 你这个孽障 但凡长了眼睛的人 都知道夜王殿下不喜欢你 你又何必死缠烂打 大嫂 你这样说话 我可就不爱听了 我家猪儿哪里比夜王妃差 就凭借她是姝儿的孩子 是你们的外孙女吗 凭什么她做得了夜王妃 我家猪儿就做不了 你们未免也太偏心了 没错 我家猪儿还给夜王 反衍了后四 凤卿做了这么久的夜王妃 又给夜王府 做出了什么贡献 江老夫人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外祖母 凤卿担心地上前 扶住了江老夫人 和秋师一起 送了她去内室堂下 凤卿给江老夫人把麦之后 确定她是急火攻心 导致的昏迷之后 才松了口气 宫中 景夜涵刚从御书房出来 就被苏公公叫住了 夜王殿下 方才夜王府和将军府 都来传话 说是让您赶紧回去一趟 说是那江竹又去闹了 王妃已经去了将军府了 本王知道了 多谢公公公告知 景夜涵眸光一寒 大步往公外走去 御书房里 宫明 怎么回事啊 苏公公赶紧进去 如实禀报 还是江家的事情 那叫江珠的女子 说自己有了夜王的骨肉 闹起来了 真有孕了 也有跟那凤卿言一样 是有目的的假孕吧 应该是有了 否则也不能闹这么久 老四似乎还挺喜欢那江珠的 否则也不会让他怀上孩子 这样吧 宫明 你去告知皇后 若是确定江珠真的有孕 绝不能让皇室的血脉流落在外 想到当初景夜涵 曾去西郊等江珠的事 景启明轻轻地笑了起来 老四定是见了那青丫头的美貌 看不上那江珠了 谁说不是呢 夜王妃脸没好之前还不明显 脸好了之后 就是说天下第一美人都不为过呢 是好看 和他娘当年一模一样 只是希望 性子不要也随着她才好 当年江小姐 只求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是皇上您是天子 是陛下 要被皇室开枝散叶的 所以正和他 这只能是错过了 听景启明声音沉重 苏明也闭上了嘴 御书房里重归寂静 主约 许把那姓刘的找来 宫门前 景夜涵吩咐完看马人 杀气腾腾地直奔将军府 景夜涵在将军府门前翻身下马 管家匆忙上来牵了马 夜王殿下 我家老夫人被江珠气晕了 王妃也受了好些委屈 您快去看看吧 景夜涵大步往正厅走去 踩走了没两步就冷不防地 从旁边冲出一把锋利的长剑来 景夜涵 你个负心汉 今天我就杀了你 替表姐报仇 景夜涵急着见凤青 又毫无防备 险些重招 他凭借直觉反应 侧身一躲 硬生生地躲开了那凌厉的剑锋 却被生生地削下一缕发丝 江墨你疯了 江墨红着眼不肯退让 又是一剑刺了过去 你才疯了 放着那么好的表姐 不要被瞎了眼碰江珠 屋子中众人听到打斗声 纷纷出来 江墨你在干什么 会就是拼死 也要杀了他 墨尔 事情都没有弄清楚 你冲弄个什么劲啊 还不快回来 江墨依然不肯收手 景夜涵只用了三分十力和他打斗 他就已经自顾不暇 应付不来 想到凤青的委屈和自己的弱姬 江墨心中又气又恨 红着眼死扛到底 墨尔 回来 不得无礼 江墨迟疑了一下 这才收起了长剑 墨墨走到了他的身边 表姐 外祖母还没醒 你进去陪着他 江墨抽气了一声 低着头进去了 江珠笑盈盈地走了过去 叶王殿下 你今日过来 是来接我和孩子回府的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 想要嫁进叶王府 王爷 您说什么呢 珠儿有了您的孩子 自然该嫁进叶王府 否则您的骨血流落在外 对您的名声不利啊 说完 他从怀中真而重之地 拿出了那幅小巷 你亲手画的这女子 不就是我吗 江珠 这幅画像一直在本王的书房中 你何时偷的 王爷 这分明就是那月初五晚上 你赠予我的 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 凤卿眼神一动 眼中多了一些神采 当时本王在宫中陪清儿 如何分身赠你画像 拿来 错了错了 是初六王爷回来那晚上 王爷赠予我的 王爷知道我喜欢梅花 还特地画了一点梅花来点缀 初六你带了点心来勾引本王 被本王打了出去 前后不到遗住箱的时间 七云一直在书房门口守着 本王从未与你有过单独接触 就何时碰了你 赠予你小巷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事实就是这样 江小姐 我家王爷从未和你有过 直接接触 就连回府的时候 你都是和属下同城一起 景夜涵从江珠怀中 拿过了小巷 这巷上女子是清儿 这一抹红色并非梅花 而是她锁骨边的红色胎记 众人下意识地看向了凤卿 夏日穿的宝扫 能清晰地看到 凤卿锁骨边上 果然有淡淡的红色胎记 远看似一朵梅花 近看似新的形状 景夜涵大步走到凤卿身边 清儿 这么多年了 这幅画像终于可以交给你了 凤卿迟疑地接了过来 重新打量着上面的女童 她只接收了 原主凤卿之前的大部分记忆 还都很混乱 对着冰天雪地中的女童 印象全无 她抬眸迟疑地看着景夜涵 眼中冷漠散去了不少 景夜涵握住了她的手 凤卿也用力地回握 终于 那种让景夜涵紧张 害怕的疏离感 才缓缓退去 既然一切都说得通 那就是将猪自己瞎编的 即便这幅画上的人不是猪儿 那孩子也是夜王的 难道猪儿 自己还能平白无故地 怀上孩子不成 是啊夜王 你的孩子你可要负责呀 竹月 一个陌生的侍卫 快步走了进来 王爷 凤卿认出 这是负责给景夜涵牵马的人 原来这年轻人叫竹月 玉丰 习云 竹月 竹月一直给景夜涵牵马 也常在王府走动 应该是最早出现在他视线 他却从没入眼 能做到如此 必然是扫地僧一般的存在 本王让你带来的人 你可带来了 属下带来了 竹月拍了拍手 两个侍卫 架着一个年月半百的男人 走了进来 在下刘登峰 曾任户部侍郎 见过夜王殿下 夜王妃 见过老将军 江冲和江镖江珠 见到刘登峰 脸色突变 你就是江家 给江珠安排的那个老男人 夜王妃 下官不认为自己老了 反而是年富力强 才能使得江小姐 一击必重 刘侍郎 你是说江珠腹中的孩子 是你的 夫人果然聪明 没错 江小姐腹中的孩子 正是下官的 你放屁 我家猪儿 怎么可能有你的孩子 我们不过是安排他 跟你见了一面而已 当初江珠 被夜王府送回来之后 江冲就开始暗中找媒婆 给江珠安排婚事 可没了江军府的荣耀加持 愿意跟江家 结亲的官宦人家 少之又少 唯一一个愿意的 就是曾经死了 三任老婆的户部侍郎 刘登峰 江冲兴奋之下 安排了江珠和刘登峰 在迎宾楼会面 两人好像相谈甚欢 足足一下午才出来 出来的时候 刘侍郎精神薄发 斗志满满 而江珠神情冷漠 眼眶红红 回到家之后 江珠跪在江冲面前发誓 一定要嫁入夜王府 等发现自己有孕之后 江珠才更为疯狂 到处宣扬孩子是夜王的 却也引起了刘登峰的不满 你胡说 胡说 好珠儿 你都有了我的孩子了 还说什么不肯嫁给我 难道你真的要让孩子 跟着夜王姓吗 呸 我才没有跟你睡过 你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江珠 当天你是喝了几口酒 也并不至于不知道我是谁 如果和我睡的不是你 那我怎么会知道 你腰上有两颗黑痣呢 你这个小贱蹄子 老子让你去相看 不是让你去陪睡的 江珠神色仓皇 痛苦的记忆涌上了脑海 是你给我灌了酒 说我喝完就能走了 是你 是你强迫了我 我可没有强迫你 你头怀送抱 口口声声喊我夜王殿下 我不过是逆来顺受而已 够了 虽然江珠不是什么好人 可这刘登峰 更是趁人之危的豺狼虎豹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是夜王的 江珠眼神疯狂 看看高大英俊的景夜寒 再看看狡猾奸诈的刘登峰 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秋氏赶紧让嬷嬷去扶着他 如果不是你们二人 一直要攀富富贵的话 珠儿怎么会沦落到 今天这个地步 在江上眼中 江珠虽然做错了事情 可依然只是个孩子而已 错不在他 而在于把他教坏了的江冲和江镖 大哥 我们早已分家 二方已经不归你管了 我们不在你手下逃生活 你管我如何教育孩子做什么 事情闹到了这种地步 你准备如何处置 那既然孩子是刘侍郎的 那猪儿嫁给刘侍郎也无妨 不过我们要八胎大教十里红窗 聘礼 不能比那些个千金小姐的少 猪儿都怀孕了 这可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要多少聘礼都好商量 见这些人已经在商量彩礼 江珠两眼一翻 直接晕了过去 江上知道自己插不了手 脸色铁青的把二房的人赶了出去 江家这才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江上的面色 这才缓和了一些 慢慢地夺步 去内室看望老夫人了 丘氏也识趣地跟着去照顾 只剩下了景叶寒和凤卿两人 静儿 今天你受委屈了 今日一闹 我竟说不清江珠是可怜还是可恨了 江珠受辱之后精神恍惚 再加上对景叶寒的偏执 竟然连自己都骗了过去 景叶寒伸长手臂 把凤卿抱在怀中 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有今日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所以也不必同情他 凤卿靠在他的胸口 听着他有力的心跳 又想到了那一幅雪中的画像 那幅画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怎么都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没关系 我永远记得就行了 他永远忘不了 那个在冰天雪地里 给了他温暖的女孩子 如果不是他 恐怕他早就被大雪掩埋了尸体 凤卿脑中实在是一片空白 肚子又适时地叫了起来 暂时打断了两人的思绪 问你还有什么怨言 嘴上不肯 肚子却叫了起来了 凤卿忍不住笑了起来 秋氏从内室走了出来 笑着说 叶王 叶王妃 老夫人醒了 详请两位进去说话 请叶寒和凤卿一起去了内室 清儿可跟叶王殿下都说清楚了 凤卿走过去坐在他身边 都说清楚了 江珠的事情 是他自己偏执 骗了自己和大家 和王爷并无半点关系 外面的事情 我也听你外祖父说了 不管外人怎么说 未来的日子 还是你和王爷一起过 你明白吗 我知道的 外祖母 我会和王爷好好相处的 叶王 我也累了 就不招待留你们了 那本王就带着清儿先回去了 你二老注意保重 凤卿不舍地离开了将军府 江家二房 江珠疯狂地哭闹着 刘登峰坐在江家上手 舒服地喝着江镖 亲自给倒的茶水 刘始郎 实在是不好意思 猪儿年纪小 没见过这场面 让您见笑了 猪儿很快就是我的妻子了 我怎么会嫌弃他呢 说完 又指着那几个试图 嫁走江珠的婆子丫鬟 你们下手都轻一点 别伤到我儿子了 几个婆子纷纷应试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郎 从外面走来 你们在干什么 快放开我姐姐 分别救我 他们要把我嫁给这个老东西 江峰伸开胳膊 护住了江珠 祖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姐姐不是要做夜王侧妃的吗 怎么会嫁给这个 跟您年岁差不多的男人 小舅子 你还搞不清楚状况吗 你姐姐这样的残花败流 也就只有我肯要了 还想嫁入夜王府 你们才做什么美梦 你 你是哪里来的邓徒子 谁又是你小舅子 祖父 爹 你们怎么不把这个混蛋打出去啊 风儿 胡说什么 这是你的姐夫刘侍郎 你姐姐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 转头又哄刘登峰 好女婿 你可别生气 风儿她还小 不懂事 你呀 别跟她一般见识 刘登峰吹胡子瞪眼的怪笑了一声 不再看江峰 姐姐 你不是跟我说 肚子里的孩子是夜王殿下的吗 祖父和爹爹安排我见着灯徒子 他关罪了我之后还抢了我 是我不肯接受事实 才以为肚子里的孩子是夜王的 风儿救救我 我不想嫁给他 不想嫁给我 那你还想嫁给何人 明天你有了我孩子的事 就会在京城流传开来 满京城的人都会知道 你不守父道 你以为还会有人再娶你 祖父 爹 不能让姐姐这么糊涂的就嫁了呀 大不了 我们养他一辈子 好风儿 姐姐这些年没拍疼你 姐姐 别怕 我不会让你嫁给这个老东西的 风儿 你以为咱们家还有多少积蓄呀 那点家底早就被你和你爹斗鸡赌狗的败完了 没有了将军府的照服 迎兵楼也没了客人和收入 你养着江珠 是准备让全家都喝西北风吗 江峰听完 震惊地看着江冲 迟疑了一会儿 缓缓松开了 拉着江珠的手 江珠惊慌失措地看着他 又上去抓住了他 却被江峰冷着脸甩开了 他对着刘登峰行了一礼 笑着说 姐夫 刚才是我年轻气盛 有眼无珠 您千万别见怪 江珠看在眼里 惊在心头 早知道江冲江镖 会把风儿带成这副模样 他就不该和江军府作对 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跟着江军府 即便没有夜王府 至少还有不少名门子弟等着他 可现在呢 他江珠又是什么呢 重养二房这群男吸血鬼的养料吗 江珠目自欲裂地看着这群哄堂大笑的男人 几乎把舌尖咬出血来 景夜涵和凤青回了夜王府 写了个奏折 详细写了江珠之事 让竹月送到了宫中 苏公公把江珠的事情悄悄地让徒弟们传了出去 傍晚时分 满宫皆知 从此看来 老四对京儿也有几分真心啊 太后 您看您 最近越发越偏爱夜王妃了 要不是奴婢了解您 差点以为夜王妃是您的亲孙女 夜王殿下是您的孙女婿呢 哀家最近是不是有些失了分寸 夜王若是一直做个战神 或者是闲散王爷 自然是可直取一人的 可是最近民间的留言您也听到了 王爷若是真的做到了 太后眼神沉了沉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一日清晨 景夜涵如期上朝 夜王殿下最近可谓是顺风顺水 彻底解决了李村的事情不说 连那个黏着您的疯女人都给甩掉了 实在是风生水起啊 景夜涵眼神阴质地盯着凤如渊和许行 本王在军中的时候 从未见识过这么多的勾心斗桥 如果不是有人蓄意陷害 本王就怎会有这些烦恼 夜王说的没错 若是人人安分守己 无论是我大眼官员 或者是百姓 都能够安居乐业 朝生烦恼 江上乃是朝中元老 他一发言 无人敢反驳 纷纷应试 唯有凤如渊和许行对视一眼 眼底略过惊笑 皇上驾到 景启明意气风发地走了进来 除非爱情 今晨北疆传来捷报 说凌王打了圣仗 蛮族愿意签订协议和亲 昔日之后 凌王将会带着蛮族公主回京 黎王威武 黎王威武 楚侯向来爱说笑 高声道 皇上 不知道蛮国公主和亲 是要嫁给您啊 还是嫁给诸位皇子啊 凌王在信上说 那烈阳公主年方十六 身做她的父亲都绰绰有余 她自然是从朕的皇子中 挑一人为夫去啊 自然 我大眼得尽显气度 若是烈阳公主看得上哪位爱情 朕自然也答允 朝中欢笑一片 轻松至极 下朝之后 景叶涵就把烈阳公主 要来和亲的事情 告诉了凤青 怎么 有个姜珠缠着你还不够 还对那素未谋面的烈阳公主 起了心思 景叶涵眸中闪过一抹尴尬 环抱住了凤青 从满足远来京城 烈阳公主一路上都有二个护送 而然如果是路上互生情愫 也是人之常情 你不必担心人家看上我啊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魅力 那可说不准 万一凌王不是连阳公主的菜呢 公主远道而来 自然是要做明媒正娶的妃子王妃 难道偏暗来叶王府 挤着做侧妃不成啊 我本以为我的醋意就很大了 但是没有想到 你这么个小东西 也这么喜欢爱吃醋啊 谁吃醋了 只是担心你在外面张花惹草 再招惹是非罢了 放心 我只招惹你 凤青眸中笑意荡开 踮起脚尖主动献上热烈的吻 锦叶寒眼中闪过一道惊喜 深深的吻了下去 两人缠在一起 越发热烈 身体不由自主的往床榻上移去 锦叶寒禁欲几日 早已念他入骨 思念喷发 朦胧的月光杀杖垂下 遮住了一世春意 凤青炎被关进大牢 已有七日 根据大眼律法 凤青炎至少要二十年才能出去 几天下来 他已经哭红了双眼 声音也喊得嘶哑无比 凤青炎 你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 就是你死在这里 也不会有人再来救你 凤青炎揉了揉几天没洗的眼睛 拼命睁大了眼睛 看着逆光而来的女子 凤青 是你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贱蹄子 你来这里 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你的笑话 不是谁想看就能看吗 我是来帮你的 你会来帮我 凤青 你巴不得我去死吧 你死不死 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凤青炎 你已经翻不起任何浪花了 你若是聪明 就应该知道 我才是唯一能够救你的人 你想知道什么 林如意和皇后之间 可有联系 你为什么这样问 你只需要回答 有还是没有就可以了 据我所知 是没有的 那就是凤如渊 一个人勾结皇后了 凤青 你到底想说什么 凤青炎 你知道林如意是怎么死的吗 不是被你逼死的吗 我何德何能 能逼死凤丞相的爱妾 她是被凤如渊 亲手杀掉的 我不信 你胡说 林管家也不过是个 替死鬼而已 当晚 其实是凤如渊 穿了林管家的衣服 去经兆府大牢中杀了你娘 否则 你娘还有什么 能值得信任拥抱的人吗 你以为莫王 为何推你出去挡灾 也是她的提醒 想到当时 凤如渊也有此意 凤青炎 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你被关进大牢以后 你的两个丫鬟 脆烟脆柳 也都纷纷爬上了 凤如渊和凤如渊 从来没有把女人当人过 无论是林如意 还是你 都不过是他们用来往上爬 用来获取利益的工具 凤如渊 那两个贱蹄子 还有 就在昨日 凤如渊已经接了 另外一个女人进府 那女人肚子隆起 马上就要生产了 想来是个儿子 否则凤如渊也不会这么着急 已经快要生产了 那岂不是 在我娘死之前 她就在外面 有了很久的新婚 这是凤如渊一贯的伎俩罢了 当初你和林如意 不也是这么进府的吗 凤青炎眼睛通红 痛苦地嘶吼着 凤青能接受 她却不能 她从小到大 都是凤如渊的掌上明珠 凤如渊和林如意 更是相爱 她和林如意 凤如渊才是一家人 凤青只是个爱演的 多余的蠢货 但是没想到 凤如渊的心中 从来都没他们娘俩 只有她自己 说吧 你想让我做什么 凤青离开大牢之后 女狱卒们 抬了口热水进来 凤青言梦浴完毕 她面无表情地 吃着狱卒送来的干净饭菜 眼底却是一片心红 凤青出了大牢 直接去了宫中 太后又召集了一群 嫔妃在训宪 见凤青进来 一群女人 围着凤青夸赞个不停 好了 叶王妃是来看哀家的 你们也别一直霸占着 那臣妾们就先回去了 不占用太后 和叶王妃的时间了 皇后也起身道 那臣妾就先回去了 明日再来陪太后说话 皇后先留下吧 自从哀家生病之后 你的头风也跟着严重了 今日叶王妃在 正好让她看看 母后频繁发病 皇祖母和父皇 也是担心不已 父皇也多次交代 让我找机会为您看看 正好今日大家都有空 您觉得如何 也好 那就只能劳烦叶王妃了 母后说这些就见外了 能够为您分忧 是我的荣幸 叶儿可是皇后 亲手带大的 叶王妃 你也该和皇后 多亲近才是啊 凤青一边给皇后把脉 一边答应 是 以后我一定多去母后宫中坐坐 还希望母后 不要烦我才是 这些王妃侧妃中 本宫最喜欢的 就是你呀 又怎么会厌烦呢 凤青勾纯笑了起来 皇后和凤如鸢勾结多年 连姜叔的死 她都有份 凤青怀疑花狼猪毒 也是皇后的手笔 凤青给皇后诊完脉 醋眉对着太后说 皇祖母母后体虚 刚火忘手 这才导致头疯频发 需要吃药静养才好 真的 自然是真的 皇后有些诧异的 看了凤青一眼 那本宫就按照叶王妃所说 吃药静养吧 以后恐怕不能经常 来陪着太后了 凤青给写了药方 皇后就告辞 离开了守抗宫 凤青 你到底知不知道 哀家叫你给她把脉 是为了什么 我知道 皇祖母 一是想让我 探讨皇后的虚实 二是想看她出丑 你竟然知道 为何还要这样做 凤青跪下 老老实实的说 皇祖母 请您相信我 我想接近皇后 是有苦衷的 什么苦衷啊 难道哀家 不能为你做主 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不过等我弄清楚了 一定来给您赔罪 你若是觉得 皇后会真心对你 你大可去找她 只是以后 不必来我守抗宫了 说完 太后气得拂袖回了内殿 子竹嬷嬷也很是着急 看着凤青劝道 叶王妃 太后一直很疼爱你 你说出个原因来 她老人家一定会体谅你的 你为何什么都不说呢 正是因为知道 太后会体谅 我才什么都不能说 劳烦嬷嬷好好照顾太后 我先回去了 很快 宁兰公就接到了消息 说太后发怒 凤青被赶出来了 凤青上了回府的马车 哗哗见她情绪低落 好了 我们需要找到 花廊诸毒的解药 也只能接近皇后了 可要不动声色 只能先暂时和太后划清界限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是啊 只是和太后相处多日 我竟然有些不舍得 那就赶紧查清楚 毒是不是皇后下的 凤青点了点头 不但是她体内的毒 就连锦叶寒的毒 至今都没有头绪 不过锦叶寒的解药 也只差一味锯齿莲了 凤青想了想 亲自去了京城中的 几个大药铺询问 锯齿莲 姑娘 这锯齿莲本就稀有 半年前京中来了个 奇怪的商人 把锯齿莲都收走了 从此以后 就再也没有锯齿莲了 掌柜的 您可知道 那人要锯齿莲做什么 姑娘 您要锯齿莲做什么 是这样的 我师父是空铜山的道长 他需要用锯齿莲入药 哦 原来是空铜山的得道高人呢 呃 这样吧 如果我们这里有了货 我一定给姑娘和您师父留着 您看如何呀 那就多谢您了 凤青留下了一定银子 算作定金 又告诉他自己有妹妹在云霞阁做事 让他有了消息去云霞阁就好 凤青带着绿菊出了门 走了好一段路 这才又钻进了另外一家药铺 常规的 这里可有鬼苦根 姑娘 实在不好意思啊 鬼苦根半年前是有的 还是可惜呀 被一个蛮夷商人给收走了 又是一样的说法 凤青心中冷笑一声 转头就往外走 王妃那蛮夷商人说这些药材做什么 如果不是要给人用 就是要防止别人用 您说 这人就是给王爷下毒的人 即便他不是 他身后也有人事 凤青点了点头 和绿菊一起上了马车 凤青安全地回到了叶王府 直接去书房 找了景叶涵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今天去了各家药铺 笨缺的那一味药 他们都说是在半年之前 被一个蛮夷商人收走了 我又去问了别的药材 也是如此 蛮夷商人 我只调查到 这毒是皇后的人所为 但是没想到竟然跟蛮夷也有关系 蛮夷之人从来孤傲 如果不是跟皇后勾结 是绝对不会听她指挥的 就是皇后 可惜皇后做事干净利落 还擅长借刀杀人 我们很难找到她的把柄 既然找不到她的把柄 那就从她身边的人入手 我们早晚会找到她的破绽的 凤青坚定地点了点头 齐云这几天 一直在留意着丞相府 但是那个女人的身份还没有查到 估计凤如冤也不会宣扬出去 她不宣扬 我也会帮她宣扬出去 一个小机灵鬼就有什么坏招了 凤青凑到她的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话 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景叶寒耳朵里 怀中甜美的气息 让她的眼神逐渐晦暗 呼吸也慢慢加重 凤青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惹了火 见她搂住了自己的腰 还下意识地勾住了她的脖子 你觉得这个计谋如何 景叶寒直接把她抵扣在了书案上 只要是你想的都好 今天嘴巴这么甜 回答她的是景叶寒落下来的唇 热烈绵长地吻落下来 直至凤青浑身无力 景叶寒才放开了她 你说什么 可是在书房 景叶寒掌风直接关上了书房的门 随后把凤青抱起 放在了书案上 外面能看到我们的影子 这样就看不到了 景叶寒大袖一甩 带起的冷风直接吹灭了蜡烛 随后他直接拨开了那爱事的衣服 大手捏住了他的细腰 凤青从未尝试过在书房 如今只隔着一扇薄薄的窗 他和景叶寒就几乎能听到 院子里那些吓人走动的声音 紧张和刺激的感觉让他神经紧绷 他身体也格外敏感了起来 景叶寒眼神晦暗 眸中爱意如墨般化不开 凤青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耳边 声音如同小猫呢喃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齐云迟疑的在门口停下 凤青浑身都紧绷了起来 在黑暗中抱着景叶寒 一动也不敢动 景叶寒只觉得有些头疼 他轻轻的俯着凤青的后背 安抚着他 等他放松下来 看着黑漆漆的书房 齐云试探着叫了一声 王爷 奇怪 王爷王妃刚才不是在里面吗 怎么这会儿书房倒是黑了下去 凤青的心碰碰直跳 紧张得无以复加 景叶寒唇角扬起一抹笑来 恶作剧地欺负他 凤青眼睛陡然瞪圆 紧紧地咬住了唇 才克制住了那几乎要冲到外面的叫声 他瞪了景叶寒一眼 报复地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 景叶寒的忍耐性 显然比凤青要好得多 他也只是倒抽了一口凉气 微微拧起了眉头 齐云没找到人 也不敢擅自闯进去 挠着脑袋 一头雾水地走眼了 景叶寒这才恢复了自由 俯身在凤青耳边 印下了双唇 呼吸渐重 凤青的脸鲜红欲低 苛气如蓝 半个时辰过后 两人才收拾完毕 携手去了前厅吃饭 齐云看着神出鬼没的王爷王妃 把心中的疑问压在心头 一日清晨 凤青带着这几日研制好的药膏 去了云霞阁 云娘见到凤青很是高兴 云娘急性开了个小型的售卖会 一楼二楼都坐满了客人 诸位夫人小姐 这黑药膏是去除毒素 和痘痘疙瘩的神品 实不相瞒 叶王妃啊 就是用这个药膏 逐渐恢复了现在的模样 叶王妃 您的脸 真的使用这个药膏治愈的吗 或真价实 我用了一个月多血 就恢复了现在的容貌 王妃被退婚的时候 我还亲眼见过她 是啊 那时候王妃的脸确实很丑 虽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好好地说什么被退婚 退婚 也是叶王妃甩了莫王那个草包 看看现在 他们莫王府都成什么样了 叶王妃没嫁过去 那是上天有眼 袁老板 这个药膏有多少 我全要了 楚小姐 可不能这样 王妃说了 这药膏是限量的 一人只能买一盒 数量不多 您若是全包了 别人用什么 是啊 黎洛小姐 您可不能这样 我们也都还要呢 可我担心 一盒不够用 楚小姐 这药可不便宜 您用完一盒 若是还想买 可以拿着空盒 来云霞格再买 楚梨洛有些失落地点了点头 凤卿看到楚梨洛的难过 想到她也是姜默的好朋友 便对绿菊说 悄悄请了楚小姐上来 绿菊应了一声 无声地下来 低声请楚梨洛上去 楚梨洛趁着众女 抢药膏的功夫 悄悄上了楼 你脸上光滑无比 要这药膏做什么 我 我小时候被烧伤了 胳膊伤 腿伤 有大块的疤痕 就连胸前也是 我能看看吗 楚梨洛点了点头 凤卿带着她去了房间里 让楚梨洛脱下了外衣 果然 雪白的皮肤上 满是猙獰的陈年旧伤 楚梨洛站在凤卿面前 浑身都有些颤抖 凤卿只知道 楚梨洛是个爽快的侯府小姐 却不知道 她的内心竟然隐藏了 这么深的伤痕 楚小姐 你不用担心 这些伤疤我会帮你治好的 但是外面那些药膏 不是针对你的 对你的烧伤 也没有多大的作用 夜王妃 你说的是真的吗 这些旧伤 真的还能治好吗 自然 我连我自己烂了多年的脸 都治好了 更何况是你的烧伤 夜王妃 不管花费多少钱 用多长时间 我都愿意 因为这一身伤痕 她不敢出嫁 不敢追求自己喜欢的男子 这身伤疤 几乎脱毁了她 这样吧 你明天去夜王府 找我拿一些药膏 我会单独给你配一些 多谢夜王妃 不必客气 你是墨儿的朋友 自然也就是我的朋友 墨儿 最近如何 怎么不常见她 还有那江珠 我听说她 墨儿应该被驱在家里了 江珠姑息很快要吓人了 我之前就觉得 江珠这个人偏执 精神似乎有些不太正常 没想到 现在竟然真的疯疯傻傻的了 个人赐有个人的命 云霞阁这边人满为患 对面的一彩阁 却显得冷清无比 老爷 您别着急啊 云霞阁红火也只是暂时的 咱们一定能够恢复往日荣光的 往日荣光 往日荣光 我容你个头 你看看这生意红火的 一个下午 比咱们一彩阁 最近一个月来的客人都多 那也不是小人们 把夜王妃拒之门外的呀 那都是少爷惹的货 您怎么不去打少爷呀 等老子回去再收拾他 但是现在 得想个办法 拯救一彩阁的生意 若是咱们有那个香水 和脂粉的秘方就好了 怎么 你让老子去偷去墙 自然不能 您那么尊贵 怎么能够做那样的事啊 不如咱们去求求夜王妃 或者 或者重金购买 光大福沉思了片刻 大步朝着云霞阁走去 正巧云娘送凤卿下楼 光老板 你来做什么 我来找夜王妃 商议 给我家大林治腿之事 郭大林又怎么了 您 您是夜王妃 怎么 不认识了 夜王妃 您也太美了呀 跟之前相比 简直是判若两人哪 好了 说正事吧 夜王妃 大林这几天腿养难耐 想请您去看看 我也好久没去看过她了 郭大福心里一喜 恭恭敬敬地 请了凤卿去郭府 此时郭府 丝竹声不断 舞女妖娆 郭大林正躺在藤椅上 一边嗑瓜子 一边欣赏那些曼妙的妖枝 郭大林 郭大福冲着那些舞女怒吼道 都给我滚出去 爹 您干什么呢 我这看到正高兴呢 不满的视线落在凤卿身上 这么漂亮的姑娘 爹 您这是 郭大福一个箭步冲上去 小畜生 这是夜王妃 夜王妃对不起 是我有眼无珠 好了 我今天过来 试看看你的腿如何了 郭大林鼻青脸肿地点了点头 不敢看凤卿 夜王妃 您请看 凤卿走上前去 检查了一下石膏 如今骨头还在生长时期 石膏还拆不得 郭大林情不自禁地 抬头看了她一眼 这样高不可攀的女子 她当初怎么就眼瞎 把人拒之门外了呢 凤卿检查完 就准备告辞 郭大福却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怎么 你还有别的事 有什么好感 如果不是为了那几千两银子的枕金 她才不进郭家的大门呢 夜王妃 我想和您做些生意 您看 可以吗 什么生意 自然是胭脂水粉的生意了 您看啊 如今云霞阁的生意火爆 都有些接待不过来了 能否把您的货品 供应给我们一彩阁一些 原来郭老板也想分一杯羹啊 正是 正是 凤卿皱眉思考了一会儿 想分一杯羹也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您说 一彩阁归属于云霞阁 如何 夜王妃 您没有说错吧 郭老板好好考虑考虑 云霞阁下个月要开分部 不是一彩阁 也会是别的地方 说完之后 凤卿头也不回的走了 剩下郭大福在原地发愣 郭大林走了出来 爹 您和夜王妃说了什么 自然是谈合作的事情 怎么样 夜王妃答应了吗 答应个锤子 如果不是当时你把夜王妃推出去 还找人堵截她 咱们郭家现在至于混到这种地步吗 儿子当时也不知道啊 我如今难道不后悔吗 郭大福冷哼一声 转身回了屋里 郭大林一瘸一拐地跟了上去 爹 我好像听说夜王妃要做什么分布 不如我们也 夜彩阁可是我们祖传的财产 怎么可以随便交给别人 爹 你看看夜彩阁现在还有顾客吗 如果不交给别人 咱们迟早凉凉 我让你凉凉 我让你凉凉 郭大林一瘸一拐地跑了 剩下郭大福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重新斟酌起凤卿的提议来 凤卿回了夜王府之后 让姜嬷嬷准备了笔墨 准备亲手写一些情帖 让人送去京城 各家的夫人小姐 大眼的纸张单调无趣 凤卿想了想吩咐花花 拿一些花样多的材质书签 我要当做情帖 女人就爱瞎讲究 花花用爪子给凤卿递过来一打 漂亮又充满古风古韵的才肩 凤卿揉了揉她的脑袋 鸭机在她面上亲了一口 景夜涵进门 正好看到这一幕 景夜涵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盯着凤卿 你回来了 见凤卿没有动身来接她 并且赠予相吻的印色 景夜涵只好自己走了过来 你在做什么 昨天不是和你说了 我要请那些 世家大族的小姐夫人聚会 然后借着这个机会 让大家看到凤如渊的新欢 我来帮你 景夜涵亲自写下一副邀请凯 凤卿看得心痒 也亲手写了一封 两副情帖放在一起对比 一柔一刚 无比登对好看 王爷和王妃 真乃天造地设 某某去歇息吧 这里有我啊 江嬷嬷笑着应了一声 告辞离去 绿菊也识趣地出去了 房间里 只剩景夜涵和凤卿两人 景夜涵从背后环抱着凤卿 凉凉的唇时不时地 在她搏梗间耳边作怪 凤卿很快写坏了一张纸 别闹了 忙着呢 凤卿想抬手推开身后的男人 却被她抱得更紧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小脸刷得一下红了 跟景夜涵接触多日 她岂能不明白那是什么 凤卿一动也不敢动 手也不敢乱动了 景夜涵却不想停下 吻越发热烈 大手也不肯安分 最终凤卿还是没抵过她的热情 转头稳住了她的薄唇 热烈回应 梁峰吹动轻薄的沙帐 帐内人影纠缠 春意盎然 直到傍晚 凤卿才得意起身 完成了所有的请帖 让江嬷嬷和绿菊等人 送到了各家各户去 如今凤卿风头正盛 也没人敢拒绝她的邀请 纷纷回信说 明日会来夜王府赴约 第二天 夜色渐沉 景夜涵从外面回来 看到院子里堆积的 都是值钱玩意儿 正厅里都是残羹冷制 一片狼藉 顿时拧起了眉头 王爷 今天王妃从凤家 拉来了这些东西 说是江夫人的陪嫁 然后宴请了满京城的夫人小姐 好不热闹啊 景夜涵冷漠地点了点头 大步朝着后院走去 凤卿晚上喝了好些果酒 此时已经有些晕晕的 正躺着休息 景夜涵进来 她都没有察觉到 烛光摇曳 凤卿脸色红红 景夜涵心中一软 在床边坐下 凤卿睁开眼睛 回来了 不是主妇过 你不能喝酒吗 怎么又喝 凤卿的酒量一杯就倒 最重要的是 这个女人酒后 总会做出一些大胆的举动 凤卿双眼亮的吓人 靠在景夜涵的怀中 声音软糯的嘟囔道 只是果酒而已 喝不醉的 景夜涵宠溺地摸了摸她的脸 好了 以后不管什么酒都要少喝 知道吗 凤卿胡乱地点了点头 抬眸看着她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尚可 自从李村的事情过去之后 父皇就把朝中很多事情 交给我去办了 那也是对你的能力的认可 景夜涵生母早逝 故身一人 在朝上并没有什么势力 这也是她为什么选择了 最难的打拼方式 领兵打仗 景夜涵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头发 从怀中拿出了一个镯子 递给了凤卿 这是血液 景夜涵轻轻地戴在凤卿的手腕上 夏天天热 血液能降温 也能防止蚊虫吸收毒素 你带着吧 凤卿知道 这是景夜涵送自己的礼物 弯起眉眼笑了笑 在她唇上印下一个吻 景夜涵挑了挑眉 趁势把她压在颈背上 温柔而热烈地吻了下去 很快 两人呼吸渐重 沙障垂下 烛光摇曳之下 人影纠缠 一日 京城传遍了流言 你们知道吗 听说凤丞相又带了一个女人静服 那个女人已经怀胎十月 快要生产了呢 什么 都快生产了 之前的灵氏不是刚去世几个月吗 难道是在灵氏去世之前 她就在外面养了人了 可不是吗 从前把灵氏宠的满京城都知道了 大家都以为是真爱 真是没想到啊 这不是丞相的常规操作吗 之前江夫人怀孕的时候 她就在外面养了大肚子的灵氏了 凤如渊下朝 在路边吃了一碗馄饨 竟然也听去不少 竟然是她小看凤卿了 昨天凤卿带了那么多女人 搬空了丞相府 如此之大的阵仗 已经轰动了整个京城 而且那些女人们 虽然是世家大族的夫人小姐 却也都极爱娇舌根 她府中还有一个女人的事情 已经一传十 十传百 成了整个京城的饭后谈思 现在她娶芳如也不是 不娶也不是 可谓是进退两难 凤如渊脸色阴沉了几分 里面怒火沸腾